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动画是 天才嘉年华系列的其中一个故事 梦的机器 天才嘉年华共分为两个系列 里面有十多个不同的故事 分别由不同的导演指导 而梦的机器是导演汤钱正名的作品 以后的日子我也会抽取当中的一些故事进行解说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动画吧 故事以一个婴儿的视角出发 婴儿睁开眼睛 从他满足的表情看来 他做了一个美梦 他开心的爬到妈妈的怀里 对于婴儿来说 妈妈的怀抱就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了 但这似乎有些不对劲 妈妈突然像个气球一样泄了气 只剩下支架 房间的灯光也从原本的明亮变成了昏暗 一而下床摸摸墙墙壁 整个屋子瞬间就要崩塌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房间里的东西很多都是假象 窗外的景色是假的 距离鱼缸也不是真的 但他前婴儿戴上了一个小猪面具 随着一些家具掉到了地上 原来自己一直都居住在一个人心屋子里 小孩捡起了奶瓶 正当喝着奶的时候 身旁来了一个小伙人 小伙人向小孩索取鲜奶 小孩善良的把奶瓶给了他 但由于小伙人的温度实在太高 奶瓶都爆炸了 小孩拿起了身旁的薯片 拿了一片给小伙人 小伙人高兴着吃了起来 正当小孩准备再给他薯片时 他伸手把整包薯片抢了过来 一口吞完还继续伸手索取 他的举动吓到了小孩 小孩没命的向前跑 躲到了之前的床上 小伙人追了上来 大伙把床给烧了 小孩只好继续逃跑 跑着跑着 天空下起了几大滴水 小孩躲进了水里 探头一看 小伙人站在一旁 他可不能碰到水啊 于是小孩回到水中 自顾自的游泳 隔天一早 小伙人居然被水浇吸了 小孩很难过的大哭起来 如果昨天自己没不理他 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呢 小孩继续的向前走 他碰到了一个可爱的机器 大虫 大虫带着小孩经历了下雨 闪电 也摘了苹果给小孩作为食物 小孩在他的身上 也无需顾虑太多 最起码的是 省略的地上所遇到的麻烦 在这里大虫指的是 比我们各位年长的长辈 后来一个长得又像植物 又像宠物的小东西 加入了他们的队列 我们就叫它绿狗吧 绿狗吸取了小孩排泄物的养分 当作食物 自己排泄出的养分 也在大地上孕育了一颗新的植物 就所谓世间万物生生不息 一行人走着走着 天空出现了一只外形奇特 会飞的飞虫 小孩看着飞虫 手像飞虫的翅膀一样比划着 他希望自己也能学会飞 终于有一天 大虫踏进了流沙 他把小孩和绿狗甩了出去 自己被流沙活埋死掉了 这里暗喻着长辈终于一天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终究得学会自己独立 小孩只好带着大虫摘给他的苹果 和绿狗聚去他们的旅途 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小孩似乎长大了一些 一天 小孩发现了飞虫的残骸 他捡起了翅膀 装在自己手上 开心的玩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有一天小孩睡醒时 绿狗一动不动了 小孩没有意识到什么 他把苹果放在绿狗身旁后 便带着翅膀在地上自顾自的玩耍 直到深夜 四周围高大类似食人花的植物张开大口 绿狗无意识的向食人花飞去 小孩这才意识到 他即将失去绿狗了 他带着翅膀没命的向前追 边跑边撕心裂肺的喊着 小孩在绝境时激发了本能 终于出现了奇迹 小孩飞了起来 他飞到食人花的肚里 看到了躺着一动不动的绿狗 小孩向前走去 想把绿狗给带回来 却被食人花轻易的推了出去 小孩掉到了地上 他看到无数像绿狗一样的生物 发着光的飞到食人花的肚里 他第一次体会到 原来每一天都有那么多的生老病死 并且无论做什么也阻止不了死亡的发生 很多年以后 当初的小孩已成长成了老人 他拖着一篮子的物品向前行走 其中包括了绿狗以及自己的雕刻 他的左手以及右腿都装上了一只 这些年来应该也经历了不少风雨 走着走着 他看见了年轻屋子 而当初自己住的无意 他走了进去 只见屋里一片漆黑 月儿在床上啼哭着 老人把自己做的雕刻绑了上去 再给婴儿喂了奶 他来到屋外 用自己的身体给屋子提供了燃料 给了婴儿一个美梦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我看来 故事中有许多地方都挺有意思的 小伙伴追着小孩跑 其实不见得是想伤害他 但自己身上的温度 实实在在会给人造成伤害 因此小孩的躲避是情有可原的 但事实上 如果沟通得宜 两个人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可惜这些 都是慢慢经过年纪才领悟出来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当绿狗飞向食人花的一刻 小孩在呐喊中激发了潜能 这时改变不了什么 但我们真正切切的看见 小孩飞起来了 成长意味着不断的得到以及失去 得到的那一刻 我们理所当然的把东西留在身边 失去时我们却很是郁闷 其实我们忘了 当初我们一个人来到世上 当然也一个人离开 结尾老人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燃料 让机器能够运转 给了婴儿一个美好的梦 为什么说是梦 因为当老人的身体被耗尽 婴儿终究得自己醒来 去面堆积残酷有美好的人生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得感谢那个老人 最起码他们给了我们美好的开始 起初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我以为导演想表示 人生是残酷的 小孩变成老人这一路 不断的经历失去 身体也变得残破不堪 但认真一想 如果没有得到又哪来的失去 其实老人也有过不少快乐的回忆 所以他雕刻出伙伴们的模样 袋子里也应该多了不少收藏品 他也已将这些美好的回忆保留在心中 这是我第四部对汤钱正名的作品进行解说 之前的三部分别是心理游戏 猫汤以及春宵古短少女前进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哦 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点赞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哦 点击订阅旁的铃铛 以获取我第一时间的更新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